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兰花视频时间 养兰花,说难不难,说易也不易 每天发现一些问题,并解决问题也是养兰的乐趣之一 今天要讲的兰花问题是兰有最近的几天跟我交流的 兰花种植以后啊,发现这个兰牙呢,在蹭蹭蹭的萌发 但是倒棚出来看以后没有一条新根的究竟是怎么回事 兰花植长牙不长根通常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还没有完全浮盆,种植时间比较短 这个时候的新牙呢,它是依靠圆周的炉头的力量 在萌发并不是从,并不是根系从花盆中获得养分的支持 这个时候呢,在浮盆期很常见 第二种就是兰花种植的时候的根系比较粗壮,健壮饱满 这样的话呢,兰花在浮盆期在前段时间吧 它可能生长所需的能量呢,足够用了 它就不会去刺激炉头分裂新根或者是长新根 在前一个视频我们讲过,兰花呢有一定的智能性 当然这是动植物的一种本能吧 当这个新牙长大了,散叶了以后 它消耗的能量越来越大,它自然就会萌发新根了 无论哪一种情况,它都有一个时间的限制 如果你种植一盆兰花说几个月了还没有长新根 那肯定是有问题,通常50天是一个极限了 因为你在50天的时候,这个新牙它会在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消耗养分 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没有生长新根的话,那么它的养分供应肯定是跟不上的 最直观的就会导致新牙的生长陷入一种僵化,形成僵苗 然后呢,这个兰花整体看起来就没什么精神 这个时候应该就是植尿的问题了,如果还没有出新根 那么可能植尿在某一项指标上面呢,不达标 我们就要去改善一下 还有一种特殊的案例,就是说自然界的兰花引种的时候 在引来的时候的它的根系非常的发达 有些兰友它舍不得剪,这个根系舍不得修剪 就整个的种植下去 这种兰花也生根比较慢 为什么?它和建桩的兰根同一个道理啊 它在种植以后呢,兰株的消耗 即使没有浮盆,兰株的消耗能量也有很多 因为它根系是储存能量和水分的 它短时间内呢,就不会去有这种能发新根的动力 当这个新根慢慢的被消耗,被退化以后 它才可能去生长新根 所以以前有一个视频我讲过的 而且是跟踪了多一个案例啊 就是那种自然界兰种的兰花 我们在种植的时候要把根系稍微横一点给它削剪一下 这样的话更能促进它尽快的生长新根 我们在用这个区别的温柔转的本质 我们在用这个区别的温柔转的能量也有很多 以后,我们在用这个区别的温柔转的东西 我们在用这个区别的温柔转的东西